所以佛是什么意思 具有圆满智慧的人 对于宇宙之间一切发了无所不知的人 他居而不明 是个大智慧的人 大觉悟的人 所以我们供养佛 这个殿堂叫大雄宝殿 也称为大觉殿 那佛告诉我 大智大觉是每一个众生统统都有的 华音上说 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的相 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 这个得势能力 你的相好 是平等的 跟一切祝福如来 没有两样 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一句话说破了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这华音精神说的 我们今天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所以你的能力 智慧舍掉了 能力丧失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 执着放下 能力不就恢复了吗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佛法的修行 没有变点 就是看破放下了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功夫 放下就是 大臣教上告诉我们 放下执着 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 你就证阿鲁汉了 放下分别 分别是承杀烦恼 执着是见识烦恼 放下分别 你就是菩萨了 放下妄想 妄想是无事无名 你就成佛了 佛法里面修行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一个原则 就是放下 那我们今天被什么东西困住呢 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 在菩提道上寸步难行 果然你能够把执着放下了 见识烦恼断了 你展开这个经理来看 字字句句就看很多意思 不必要学 自然通了 本能吗 你有智慧吗 你智慧虽然没有透出来 透出了少分 有三 三种烦恼 你断掉了一种 再能把 沉沙烦恼断了 不再分别了 你的智慧能量提升了 你看的意思比阿鲁汉多 阿鲁汉不如你 最后您能把无名破掉 不齐心不动念 你看这个经本 字字句句 无量无边的毅力 需不需要人家 是不需要 慧能大使给我们做了证明 唐朝尽宗六祖 禅宗的六祖 不认识识 没念过书 也没有听过讲 黄梅住了八个月 没有经过讲堂 没有经过禅堂 八个月都在厨房 在队房里面充迷 破柴 现在讲的义工 无族人和尚传发给他 半有三根 跟他讲金刚经大义 我说 我想了 充其量 顶多两个小时 他一声就听两个小时 开悟了 为什么开悟 他放下了 他厉害 禅师烦恶 尘沙烦恶 无名烦恶 他一下放下了 顿时 顿物 顿朝 他成佛了 你看 你看这一方向之后 所有精脏 他不认识 你念给他听 他就能讲给你听 你听了他的讲 他真开悟了 开悟的人跟你讲 你容易开悟 没有开悟的人跟你讲 你怎么开悟啊 这是让我们想到 祝佛如来 为什么那么聪明 对于宇宙之间的奥秘 晓得那么清楚 自信的本能 不是从外都学来的 问题 只要把烦恼吸气放下 你自信里面的智慧 得能向好 统统恢复了 这就叫臣服 放下就是休息 看破就是真实智慧 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了 看不破 为什么看不破呢 没放下 看破放下 相扶相成 看破帮助你放下 放下又帮助你看破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就是这个方法 无论哪个法门 原理原则就是这个 你跟这个原理原则相违背 那你就错了 说什么都不能成就 我是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 把这个方法告诉我 当时 我理解的不够透确 老师 典型了我 知道多少 就要放下多少 放下会帮助你 进步 你会知道的更多 不断地看破 不断地放下 这六十年 证明了 老师讲的一点都不错 слова 过 என 看破もの 颤子